我无意显光明 何能离他何能老弃 但依仰望基督的帝王 什么都比朝阳飞煌 转眼家耶稣观看 主目仰望他的容颜 所有事物在他荣耀荒重 都要此地变色彻朦胧 经过死亡救命的生命 他已牵去我们随心 醉一群世纪已经过去 我们已经得生有余 转眼家耶稣观看 主目仰望他的容颜 所有事物在他荣耀荒重 都要此地变色彻朦胧 他的音许中不知落空 若清靠他自身很厚 所以应当坚定不悔心 抵抵心 离他自身很厚 그럴身地变色彻术 他是女神的余忍 他的忧憂 他自身很厚 荣耀光众 荣耀赤的殿上的同龙 尊严将耶稣观伴 主目仰望他的容颜 所有事物在他荣耀光中 都要置你便舍成懵懂 观言教耶稣观伴 主目仰望他的容颜 所有事物在他荣耀光中 都要置你便舍成懵懂 感谢主 非常欢迎亲爱的朋友 还有弟兄姊妹 参加我们这个月的恩典饗宴 我们今天同时还有线上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参与 就是有在台北市政府 他们也是美洲市中午的信义职场台 他们会跟我们一起参加今天中午的聚会 还有北京上海还有日本 那个弟兄姊妹他们会透过线上来参加 那我们今天很喜乐能够邀请到 七十一会所周有志弟兄 来帮我们做见证分享 利兄姊妹 再对这个掌声欢迎 周有志弟兄 那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有志弟兄 有志弟兄他是毕业于台大会计系研究所 刚刚也跟我们内心子妹相认 内心子妹是大那一届的学姐 谢谢主 然后有志弟兄他也在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Deloy 然后KPMG PWC都曾经任职过 然后也担任管理职 然后他之前也有跟姊妹 因为姊妹到东京念那个博士 东京大学念博士的期间 那他也在那边任职于跨国企业 有非常丰富的资历 同时也拥有台湾跟美国的会计师执照 谢谢主 今天的见证分享非常的精彩 下面的时间就交给我们亲爱的弟兄 谢谢主 阿妹 谢谢弟兄姊妹 其实我在七十一之前是在三十九会所 有一段时间我们三十九会所跟十五会所是同一个大区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有来这边 对啊 好 谢谢刚刚弟兄的这个介绍 希望大家听完我的见证之后 知道刚刚那个介绍 都是虚拟 真的 都是虚的 好 那我们开始 在我分享我的这个见证之前呢 这个题目是改变我一生的三道光 为什么这个题目呢 我就稍微讲一个我最近的一个经历 呃 我事实上是 对不对 这个弟兄说什么地方都待过滚石不生胎 另外一面来说就是 总是跟人没有什么持久的和平 一个职场待没多久比较快的职场 天底下就是我最厉害 这种本质上是这样 然后所以到了我去年的时候 到了一个新的单位服务 到一个新单位服务之后呢 做一做做一做 到了今年年初叫吃尾牙 吃尾牙 吃尾牙这件事情呢 呃 一面来说好像是吃好的 但是另一面来说呢 吃尾牙就是点名的时候 你不到尾牙 尾牙不到就代表你一定对公司有些什么样的情形 吃尾牙是点名的时候 然后尤其我是第一次要去这个新的单位吃尾牙 这个是背景 结果呢到了吃尾牙的前一天开始生病 病得非常严重 到了吃尾牙那一天的早上 发烧烧到了四十几度 四十几度 然后呢 早上起来就想要 那我是不是传个line跟他们说 我今天没办法去吃尾牙了 是不是跟他讲讲一下 但是在传这个line的时候呢 辛迪就想 哎呀 你才第一年来 就不来吃尾牙 然后呢 你说你四十度 对不对 谁知道是不是真的是 那时候就心里面觉得说 人会不会抱着这种心啊 所以那时候就 躺在床上 就在那边跟主祷告 那我主耶稣 求你让我这个同事的心呢 不要这么的 不要从这个方向来想 我不去尾牙 里面来说是因为我体力不少 好 可能体力不好 一方面 也胖就能给你啊 对不对 也是为了你们好啊 希望你们要知道 我是为了你们好 所以我不去吃尾牙了 心里面这样想 但是呢 又觉得好像 人的心哦 到底怎么想 也不是我能掌握的 只能祷告给主 可是总觉得怪怪的 那 那我还是祷告 叫我病快快好好了 我病好了就能吃尾牙了嘛 对不对 那就祷告病快快好 所以呢 就那一天早上 又祷告病快快好 又祷告同事的心柔软 又祷告同事的心柔软 又祷告病快快好 真的不知道该祷告什么才好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 刚好是 吃尾牙那时 刚好是那个 现场训练刚结束 好 现场训练 就有一个刚要人的一句话 神的同在就是光 阿们 突然间有这么一句 神的同在就是光 阿们 我那时候在想 我为什么 我不知道该祷告什么才好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事情 对我有真正的益处 阿们 我为什么不知道 什么事情对我有真正的益处 阿们 刚要上怎么说的 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我应该先祷告 神的同在 阿们 我应该先祷告 我要认识 神的同在 阿们 后来 我就开始这样祷告之后 接下来的整个 祷告就很顺了 阿们 之前祷告身体健康 我刚刚觉得 这是不是忘求 之前祷告 人的心柔软 在想 这个是不是忘求 阿们 但是呢 开始祷告 我要神的同在 我要认识神的同在 阿们 那个时候整个感觉就 就通了 什么都通了 所以事实上 这个 后来的结果事实上 并不重要 但是我觉得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就应当是过一个不断蒙光照的生活 阿们 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情形 并不清楚 只有蒙的光照 我们就清楚了 阿们 所以我讲的是 我在我这个基督徒生涯当中 几次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经历 跟弟兄姊妹们分享 希望大家 对大家有点 有点启发 感谢主 我先讲一下我的背景 我是台大会议系毕业的 台大会议系毕业 台大的学生呢 不是每个都像学姐这样 大部分的学生呢 都是很骄傲自负的 我是普通的台大学生 所以是属于骄傲自负的那种 然后我大三的时候 我大三的时候 我妈妈 因为一个她的中学的同学传福音给她 她就得救了 我妈得救了 我们家在台南 我在台北读书 我妈得救了之后呢 我们家呢 我妈妈是我们家的蔡英文 也是我们家的五折天 所以呢 她得救了之后 全家都要得救 不是都必得救 是都要得救 然后 但是因为我在台北 所以我就已经 闪躲闪躲闪躲很久 一直闪 一直闪 闪到了大四 我们大四的时候考研究所 我们那时候大四很流行 大四考研究所 然后考完研究所之后呢 顺便考高考 顺便考科技师 我们那时候流行这个 然后呢 我就大四的时候考研究所 就上了 上了研究所之后呢 我妈就说 诶 我的爱人 这是我祷告的国相 你要来还愿一下 你信不信 不重要 重要你要来还愿一下 然后呢 我就好吧 就受尽了 但受尽了之后呢 事实上 我并没有 我并 对这个信仰并不认识 甚至于 并不珍赏 说不上真赏 那时候 得救了之后呢 诶 常常就 人家就邀我去吃爱宴啊 然后来来来 组织聚会啊 组织聚会团有爱宴 来吃爱宴 我每一次 我事实上是 我什么爱宴都不吃 我每次都心里想 哎呀 我这个高贵的灵魂啊 怎么好让这些 这些 食物玷污了呢 什么可以被这些食物买瘦了呢 所以呢 我什么爱宴都不吃 然后呢 人家说 诶 你不吃爱宴 没关系 来福音聚会 福音聚会 福音聚会之前吃爱宴 你晚宴来 晚宴到了之后呢 看到买桌子的菜 吃得差不多了 心里就想 哎呀 这个菜真好吃的样子 哈哈哈哈 下一句 你们真是没爱心 都被包我脸 哈哈哈哈 但是又想着说 幸好我高贵的灵魂 不被这些食物所买收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子一个骄傲的人 所以呢 我实际上我的教会生活一直都很 我实际上尽量避态教会生活 尽量避态教会生活 尽量避态教会生活 就这样子 我们大概三四月的时候受尽 然后一直到 我们到年底的时候就考快医师 到年底考快医师 我那时候考快医师的时候呢 考完 写完 出考场 我就知道我考上了 就是还没有放棚 就知道我考上系 这么顺 一定考上 第幾年我不敢讲 但是一定少 一定少 然后呢 上了之后 然后就 回家 回了家之后呢 回了家之后 那时候过年 过年之后 我妈在准备 这个备菜 在厨房备菜 我们在厨房 当她下手 当她下手帮忙备菜 备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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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问我妈 欸 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啊 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啊 好 你看哦 我们家 我爸爸我妈妈 都是老师 好 然后呢 我们家三个小孩 全部是居国立大学 全部都居国立大学 我们家 欸 没有 没有什么投资失利 也没有什么被人家倒毁 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困难 也没有什么 别人对不起我的事 嗯 然后呢 欸 你们 这个 人品也OK 人缘也OK 也不是没有朋友的人 好 也不是说啊 你都没朋友到家户去找朋友 不会啊 你一定也有朋友 有同学啊 那你为什么会信耶稣 我妈那个时候被我这么问 就愣了一下 然后呢 说 我跟你说 人要是没有神 人就是虚空的 阿们 阿们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 整个信仰部的当中 我第一次蒙了光照 阿们 我那个时候真的深深的感觉 对 就是这样 阿们 我是一个气 阿们 而且我是一个空的气 而且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这种 考试考得很成功啊 比别人很厉害啊 别人看到我都觉得 哇 台大呢 这种反应啊 不能满足我 对 你们这种 或者你很厉害这种反应 让我觉得骄傲 但是 我并没有得到满足 我是空的 阿们 我那时候就是第一次遇到 我觉得就是这样 这个一定是真的 这个一定是真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开始比较认真的 讀圣经 阿们 我讀圣经的时候 算是非常认真的讀 但是呢 然后 但是我是自己讀 我没有什么特别跟谁读金牌啊 都没有自己讀 那时候都 那时候那段时间 刚好在新竹做一个案子 我们基本上都是 白天在客户那边做事情 晚上就住旅馆 那旅馆晚上都没事 就在那边一直读圣经 然后呢 很认真的讀哦 讀金心得都做PowerPoint PowerPoint不是要做给人家看 就是那时候自己觉得 我要是没办法 把它做PowerPoint做清楚 就代表我没有读通嘛 就很认真的读圣经 很认真的整理 可是呢 这样子一直读 一直读 好像也没有什么读通的感觉 圣经里面的经句读到了很多 圣经里面 感觉上从道德的角度来读 好像也读到了很多东西 但是呢 我一直觉得好像就是没有读通 就是没有读通 这样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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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到 有一次 看那个诚心圣言的时候 刚要上写 神成为人 神的经论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记得吗 神成为人 为要请人 在生命和性情上 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 我那个时候读到这个 我觉得 对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神成为人 神成为人 是为了让人 在生命和性情上 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 神成为人 是为了让我在生命和性情上 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 我读到这个 突然间觉得 就是这个 然后呢 之前读圣经 读不太懂 真的读不太懂 为什么 有的 为什么这边会这样的记载 我们又说 神是爱神是光 为什么那边又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读不懂 但突然间 哦 好像找到一个读懂的要识 原来 这一切的 都是为了要让神更多的做到我们里面 让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 变得和他一世一样 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对于这个事实 重点在于接受了多少 神成为人 是为了让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 变得和他一模一样 被变化的和他一模一样 我那时候突然间觉得 对就是这样 我那时候就很有感触哦 真的 圣经里面说 求就给你们啊 寻找就寻见 靠门就给你们开门 我那时候读到这个时候 很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感谢主 我那时候 这么认真的读圣经 这么认真的读圣经 突然进来让我 有这样子一个摸着 我那时候真的 到现在都还非常的感谢主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 开始比较过一个正常的照会生活 艾燕也开始吃了 然后这样子过一个愉快的照会生活之后 没有大概也是过了一阵子 我姊妹 那时候是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 她就说她要去读日本读博士 去日本读博士 我那时候跟她说 你要去日本读博士哦 那你去读 我那时候工作很好 工作很好 我那时候职场的老板也跟我说 你这个 她去没关系 我每三个月给你半个月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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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好了 我跟你讲 这样子对你最好 工作的职业不会断 不会断 这样最好 不要不要 你就三个月去一趟 三个月去一趟 然后我跟我姊妹说 就这样了 我陪你去扮演手续看看状况 然后呢 之后三个月来一趟 三个月来一趟 对不对 我姊妹 她 对不对 去读博士花钱的 我在台湾赚钱 她怎么敢说不呢 对不对 她也不敢说不啊 然后我们就去了 然后到了那边之后 诶 我们跟日本的弟兄姊妹 稍微沿络了一下 从来不认识的姊妹 弟兄姊妹 从来没见过你的弟兄姊妹 到机场接我们 然后把他们接在她家 接在她家之后呢 白天去办各样的手续 入学手续啊 对不对 户政事务所办手续啊 好 银行开户啊 各样的手续 到了晚上呢 就去各家各家小牌 到了其中一个家 我就有朋友们那边坐 那时候呢 一个小牌 那个地方 地方多大呢 他们家的地方呢 客厅呢 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空的地方这么大 没有椅子哦 空的这个部分这么大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大概这么这么大的地方 大概两个 坐了三四十个弟兄姊妹 所有的人 围着地方 大家这样坐 然后呢 坐在椅子上的人 脚钱都在坐为一排 三四十个弟兄姊妹 这样围在一起 坐 然后呢 大家在里面 唱诗歌 享受主 然后呢 有一个小姊妹 那时候是大陆很多 大陆的弟兄姊妹到日本 他们事实上 嗯 他们都是很年轻就来哦 国中毕业的年纪就来 然后呢 他们都说他们来日本 要打工打六年 打六年工 前三年工 打的钱啊 要还舌头 后三年工 打的钱了 打工的钱了 回大陆 那个时候回大陆 就能够退休了 所以他们都 十几岁 十六七岁就来日本 然后说我来日本 读语言学校 然后读一读就 再也不读了 就变成是 身份是黑的 然后就在那边 一直打工一直打工 然后 很多弟兄姊妹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然后呢 大家这样聚在这里面聚会 然后就有个小姊妹 站起来 他说 他爸爸 是干部 大陆的干部 是个官 连官的女儿都要来日本打工 可见那时候大陆多穷 是个官 他妈妈送他来日本的时候 哭得要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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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行李里面给他塞了 打工神器 什么东西呢 十双塑胶手套 你洗碗不用怕 你就去洗碗吧 给了他十双塑胶手套 然后就把他送来 但是他说 但是他那时候来日本之前 觉得心里面很多的担心 但是来这边之后 就是活在教会生活中 他就觉得 没有问题 我那时候心里想 诶 你一个 大陆来的小姊妹 连话都讲得清楚 只会哭 连话都讲得清楚 你就只能够在日本 活得下来 我是台大的 我想我也可以吧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就在想这个的时候 突然间 脑海里面就浮出一个 天上的鸟 不种不收 地上的花 不知不发 重点是 有没有天赋的看顾 我那时候就很有这个感触 对 他们能够这样子过 再活在教会生活中 能够因着教会生活而活在日本 那我也可以 我也要 我也要 我渴望过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生活 然后呢 后来我就 回了台湾之后 我就跟我老板说 老板 我要去日本 老板就说 那 我那时候那个案子 还要一年才结束 那你就这一年把它做完 然后就去日本 后来就在台湾 就日本 就做了一年之后去日本 然后到日本的时候 当然很多人说 你去日本 那你日文是不是很棒 我每次都会说 对 我日文很棒 我日文是A级的 你知道吗 A级的 哇 A级啊 A级好厉害 什么是A级 有有A级 R15A指挥大杯 我就是A级的日文 就去了日本 A级的日文就去了日本 然后到了日本之后呢 事实上 神就很看顾我 神很看顾我 然后就在日本 后来让我 有一个合适的工作 就这样做了 但是这个工作 事实上都不是重点 我重点是 我在日本 非常的享受 那个时候在日本 日本的造会生活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在日本 我刚刚讲到 那时候日本的帝宏姊妹 很多讲华语的帝宏姊妹 都是这种青少年的年纪 要亲子 要大专的年纪 但是呢 没有读书 一直工作 然后呢 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东京的造会呢 我们事实上基本上就是 每一季 每三个月 就会有一次大的福音聚会 大的福音聚会 这个大的福音聚会呢 在日本 在日本 比较有社会 就是已经在日本扎下根的这个帝宏姊妹 有社会地位的帝宏姊妹 大部分都是做厨师的 做厨师 因为厨师是可以申请那个技术签证 大部分是做厨师的 所以呢 我们在那个时候在华语区 有大概四五个帝宏是做厨师 大厨 所以呢 每一次我们有一个大的爱愿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大厨弟兄负责主代 但是这个大厨弟兄呢 之上有个大大厨 有个年长的弟兄 有个年长的弟兄 这个年长的弟兄 非常的爱主 我在他身上真的看到了非常好的榜样 我们每一次大爱愿完 我们爱愿完之后呢 的这个侍奉交通 就是检讨一过的爱愿 每一次爱愿 每一次检讨他都怎么说 你们看 你们看 这一次的爱愿 菜都吃光光了 连青菜都吃光光了 这就是菜不够 人吃爱愿 人吃爱愿都会从肉开始吃 从肉开始吃 吃到连菜都吃完了 就是菜不够 你们这些 你要知道 我们在这边服侍利用姊妹 就是服侍主 你服侍主的时候 是这样小气吗 每次就这样子骂 今天肉都吃 今天菜又吃光光 都是菜不光 然后呢 每一次 这个爱愿 是办了爱愿之后 是让弟兄姊妹们的爱愿 在日本好像已经有了某一种社会地位了 你们要吃 不会在家吃吗 你们在家什么吃 什么好吃的 你们要吃吗 你们为什么到了爱愿这边 要跟那些 没有爸爸妈妈 的弟兄姊妹抢吃的 你们为什么要在聚会的时候 要在爱愿的时候 报告人家说 我是年长 我应该先去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 好 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 他们没有父母在这边 他们的三餐 基本上都是吃 7-11的过期面包 你不趁着这个时候 给他们补充一样 你们是 你们是什么 你们为什么还要跟他们抢吃的 每一次这个弟兄都很严厉的 很严厉的 对这些弟兄们的交通 但是我事实上就很摸索 这个弟兄为什么 会这么样的 爱弟兄姊妹呢 有一次跟他有这个交通 他就跟我说 因为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照会是我们的生命 而且我们要实在看见 照会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要是看见 照会是基督的身体 很多事情 我们就不敢 随着旨意自己来做 我们要是只看见 照会是一个人的集合 照会只是一个俱乐部 俱乐部就是你爱来就来 不想来就不要来 没关系 但是照会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在服侍 基督的身体的事上面 怎么好 随着旨意自己做呢 所以我那时候就实在是非常的摸索 原来 照会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所顾的照会生活 是身体生活 身体生活里面 就是大家同有一个生命 没有办法解开来 也许我们各有各的一些 我们还是有自己的天然的想法 但是我们既然活在身体生活中 我们就应当去寻求 圆首基督的旨意 你的想法怎么样 不是很重要 他的想法怎么样 也不是很重要 圆首基督的想法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当寻求的 那时候你是讲到 四活物的配搭 四活物的配搭 四活物配搭 聚各之心 从不转身 但是四活物 那四个活物配搭 是听那个往前走的那个意思 不是 是四活物的头上有清明的天 天上有宝主 那时候就真的很摸索 原来 就像是 以弗所书 四章十五到十六节里面讲的 为在爱里 持守的真实 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世上 找到他 就是元首基督里面 等于他 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结 并借着每一部分 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 得以联络在一起 并结合在一起 便将身体 身体的眼光 就可以把我们带到这个 真实的爱当中 所以呢 简单来说 这个大概是 我在这个 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个内容 但是在结束之前 我们是把这个第二首诗歌唱一下 第二首诗歌唱一下 第二首诗歌唱一下 神欢乐 因为天上父神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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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欢乐 因为天上父神 在祂花周明说祂爱世人 圣经说再奇妙只是神多 祈罪天这就是耶稣爱我 我这欢乐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我这欢乐因耶稣爱我 耶稣请得爱我 我虽望祂一直流到原地 祂仍爱我无论流到何地 祂来寻我直到将我寻作 并且来回应为耶稣爱我 我这欢乐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我这欢乐因耶稣爱我 耶稣请得爱我 耶稣爱我 我也要爱耶稣 爱叫祂来软住 还叫祂来 教我灵魂救赎 还叫祂来守心蛋我 卑微中 metal 被死到 ST Organize trou好 放弃 голов defOL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我真欢乐 因耶稣爱我 耶稣尽然爱我 我真欢乐 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我真欢乐 因耶稣爱我 耶稣尽然爱我 我真欢乐 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我真欢乐 因耶稣爱我 耶稣尽然爱我 我真欢乐 因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我真欢乐 因耶稣爱我 耶稣尽然爱我 耶稣尽然爱我 圣经所在其妙知识生多 其最天者就是耶稣爱我 好 接下来问一问问题 因为神在他的话中明说 他爱世人 所以我就欢乐吗 不是 圣经的记载就在那边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因着圣经的记载的欢乐 阿们 要认识 要认识天上的父神爱我们 我们才能欢乐 阿们 不是单有这样的自须的记载就欢乐 而是我们的认识 把我们带到父神的欢乐当中 阿们 我觉得这个像是 我在追求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心得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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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第二节 我虽望他一直流荡远离 他仍爱我无论流荡何地 他来寻我 直到将我寻着 并且带回 因为耶稣爱我 是的 耶稣爱我 把我们带回 带回到哪里 带回到哪里 对 好上阿利亚 把我们带回到旅店 我们应当被带回到造会生活中 造会生活应该要看见 不是一个俱乐部生活 造会生活乃是一个身体生活 俱乐部生活可来可不来 但是身体生活 大家都是身体上的肢体 理应到彼此供应 彼此内住的基督 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彼此的连同 这个是我们 这是我觉得 在日本看到的这个 身体生活的见证 到了第三节 耶稣爱我 我也要爱耶稣 爱叫他来将我灵魂救赎 爱叫他来受死 当我罪过 因此我就确信 耶稣爱我 这边讲到说 我确信耶稣爱我 他怎么样能够越大的确信 因为我也要爱耶稣 我们对于耶稣的爱认识有多少 乃在于我们愿意爱耶稣有多少 我们愿意爱祂 我们就愿享受祂的爱 教会生活 身体生活 实在是一个 我觉得某一面来说 实在是一个很公益的生活 阿们 只要我们愿意享受祂 祂就要让我们享受 但是我们需要负代价和我们的愿意相匹配 真的 一个负代价的照会生活 负代价与我的爱相配合 来爱他的照会生活 把我们保守在一个蒙神所爱的范围里 所以这首诗歌 我觉得对我的这个 我觉得这样思想起来 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总结 所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那我们结束之前再把这四诗歌再唱一次 阿们 感谢主 我曾欢乐因为天上赴神 在他话中明说他爱世人 神经说再奇妙之时圣国 祭推连着就是耶稣爱我 我曾欢乐因为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我曾欢乐因为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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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欢乐因为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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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欢乐因为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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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神向他启示了 他看见这位神的宝贵 对他有一个认识 他就能够进入这个其中 阿们 这个爱呢 就叫我们能够享受神的喜悦 阿们 我觉得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得救后 都给我们三个礼物 第一个就是祂的话 圣经外面的声音 还有我们里面的圣灵 这个神圣的生命 那外面呢还有圣 弟兄姊妹 所以这三个礼物 圣经 圣灵 圣福 那这个就是主说的 他叫我们得圣命 并且得得更多圣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不仅需要认识他 爱他 我们更需要活在照会生活当中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巴菲特曾经有人问他说 你这个对于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他说呢 他自己对成功的定义是 当他到了生命的终点的时候 有多少人是真正的爱他 这个是他对成功的定义是这个 并不是他赚了多少钱 所以感谢主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各位亲爱的朋友 这个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 声音上说 在创立世界以前 他就已经怎么样 先选了我们 你看到我们投书履历的时候 心里面一会呐喊 选我 但是呢 信主这件事情 你不用怀疑 谁已经选了你 是百分之百肯定的 你一点不需要 这个纸骰子 神非常肯定的告诉我们 他在创立世界以前 已经拣选了我们 阿们 感谢主 所以这是何本有福的一件事情 阿们 但是就像你有讲的 如果我们对这个福认识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能够把自己 这么样的叫播给主 阿们 你看弟兄甚至 不想吃爱业 但是感谢主 当我们因为认识他之后呢 因为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这一切都是 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阿们 其实 这个神是爱 祂也是光 其实我自己在回想 我过的教会生活 我有会很多软弱跌倒的时候 甚至是因为人 或是什么事情半叠了 但是其实那一切就是 其实我认证在回想起来 那个都是对我有益处的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神圣的光照 阿们 如果没有那一个的话 事实上我的生命不会成长 阿们 但是我们不应该停留在 那样的一个情形里面 阿们 我们都应该从那样的情形里面出来 阿们 这个在赵慧中 刚刚列王讲 这个好上上列人 他把这个受伤的残果之后呢 是把他放到这个 交给这个旅店 这个旅店就是预表今天的赵慧 阿们 所以我们今天 你看我们在一个家里面 我们外面受了委屈了 受了什么 我们一定回家 一定找爸爸妈妈 找我们兄弟姐妹 同样的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 其实我们不是孤单的 阿们 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旁边 阿们 应该更多的彼此扶持 阿们 阿们 一同的活在他的心意当中 阿们 今天整本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圣经的一个终极完成 阿们 就是这个新耶路撒阿们 阿们 这个新耶路撒阿们 就是这位神与人一个 完整的一个调和 阿们 阿们 这个是今天 我们所追求的 阿们 像刚刚讲 利用所说的 其实我们外面有很多的成就 这些都是一个虚名 但是真正重要的是 当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得主的一个称许 他能够像我们说 你是那中信 有 又有了 阿们 中信 中信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阿们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价值 阿们 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也介绍一下一些弟兄姊妹 阿们 我们今天那个瑞欣姊妹 还有苏安姐 有邀请几位朋友 是不是请你们介绍一下 阿们 我们一起欢迎她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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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雅一家很多人认识 阿们 孤雅已经 募道也募了二十年了 就是我们二十年的福音朋友 阿们 对 像是零分姊妹 带的 他在找是妙如 我跟妙如认识的时候 是在我们购买了信仪七七伟的宝宝的书 然后我们去听说明的时候 那我们认识妙如 然后妙如留电话给我 然后他告诉我 就是我刚好是新公司离居 但我们就认识了 然后就 其实他跟我说 知道会在东云那边 就是我找不到 那我们之后还要等了十年 然后才会在路上去打 然后四十年前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开始常常来这边教他 阿们 那那时候我本来想要休息 可是因为在家里面的伴侣 所以就一直 所以是后来就断断续续 就是没有过正常的教育 有当的十年 阿妹 他那首诗歌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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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要回家了 对 阿妹 我感谢那个 就是 有志弟兄 就是你分享那个 因为就是 就是 骄傲 但是没有看到他 阿妹 觉得这句话 就是能摸着而已 阿妹 阿妹 不能行走 他应该是 慢慢走 七个月前 五 六七个月 六七月前 他完全不能走路 那因为我跟他有认识到了以后 就看他一天天的进步 好开心 然后找时间陪陪他 因为是耶稣爱我 今天那首诗歌 让我一直参与这个语 因为耶稣爱我 那我有机会 我可以爱别人 阿妹 因为他有这样子 刚好过年前 又有一个很非常的事情 我就觉得 我要好好来陪伴他 我这个日子很难过 就算教会里面负责 弟兄也过了很久很久 我说我要来来 因为耶稣爱我 我要把耶稣的爱分享给他 阿妹 他叫做代宝远 阿妹 期待宝远大会 阿妹 阿妹 他很愿意来 他也去过教会 阿妹 去教会 阿妹 其实还有一位姊妹 一直在那样 阿妹 也是在收购的一个老师 阿妹 耶稣爱我 耶稣爱所有的人 我们在外面留当初 都没有办法 阿妹 阿妹 我差不多在十几年前 把我寻慰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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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臉我覺得很舒服 然後如果今天有福音朋友 一定要趕快收緊 沒有趕快什麼時間 我最近真的沒有感覺 因為我們認識的朋友 忽然就怎麼樣的時候 第一個只有想到說 為什麼我跟他喬明一直喬禮拜 為什麼他沒有收緊 或者是我在公司的時候 因為我休假了 所以就在公司裡面走來走去的時候 就顯得比較好像自由自在 有一個同事就看我在那邊晃淡 他就跟我講了 他有飽受這個溺死肉 餵死高地有吃苦 那我想說 哎呀這麼年輕 他才二十幾歲耶 然後我就邀約他 然後我就跟他禱告 還有另外一個同事也是才三十歲 就送不了公司的壓力 離職了 當然我要說的是因為 我休假晃啊晃去 所以我就跟他們這樣聊聊 然後就想到說 是要傳福音 是要傳福音 如果你今天你還沒有受盡 我可以說受盡永遠不寫 不要挑時間 現在就是最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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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謝謝那個 馬雲雕跟父親姊妹 他們也來了 我們來 也請他們跟我們也 我們認識從西亞福的這個 教會過來 感謝主 今天我們這個 能夠認識主耶穌基督啊 是我們人生最重要的一個目標 神本聖經如果用一句話來說 其實就是神在子裡要來做人生命 其實我們人生的意義跟目的啊 很多人有時候在這世上一直在馬路 這個到處還是覺得虛空 剛剛弟兄也交通了很多在世上的這種事情 就啊 其實沒辦法讓我們滿足 讓我們滿足 那 耶穌基督的確是這位奇妙的人物 是我們今天福音的中心 阿門 他要 剛剛我們插這個詞 他愛我們 其實耶穌基督要跟我們建立一起關係 其實我們人的意思就是跟神建立關係 阿門 因為神是靈 他也在我們裡面造的靈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人一直只活我們外人物質的身體啊 會過去啊 還有我們裡面最多這個魂啊 心思情感意志 我們覺得這就是 就是人 就這些 但我們其實今天要開啟 神要開啟我們的眼睛 看見除了這種物質可見的 還有今天有屬靈不可見的 阿門 神是靈 我們裡面他也沒有造的靈 阿門 所以人生最重要就是要把神接到我們裡面 對 神厚的自保要進到我們裡面 阿門 做我們的生命 阿門 所以神 人最重要的一生就是要得著神的生命 阿門 所以神聖永遠真實的生命 要進到我們裡面 阿門 所以呢 在啟示錄裡面 在創世紀就說出 人是神造的他形象跟樣式造的 為著讓我們能夠成裝神 所以我們是神的器皿 所以為什麼裝其他東西永遠裝不滿 再多的成就 再多的財富 這個世上的這種 這種 這種快樂 娛樂 永遠沒辦法滿足我們 我們過來都一定能見證 我自己也能見證 我一輩子當 之前 為了讀書出國 拿博士 然後又到了微軟 又到了微軟亞洲研究院 當作院長 後來我來參加了自己的跳動 大家知道TIP TOK 我的團隊做的 然後到今天會說 哇十幾億人用我的AI技術 然後TIP TOK當然很成功 我們也這個財務自由 到今天我又到北京清華大學 開始用AI來顛覆科學 但是我告訴你 到最終其實這些都沒有辦法滿足 也沒辦法讓我們真正得到那個十二 沒辦法得到那個平安 沒辦法得到滿足 但一旦神進到我們裡面 我覺得我今天一生 一生後就 在凡事上讓祂居首位 阿們 我們的人 所以我們跟神就建立起這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我們與神同行 在各樣的事上讓祂居首位 祂來充滿我們 所以我們這個瓦器裡面就有寶貝 阿們 賢出這超越的能力 不是屬於我們 乃是屬於神 阿們 神真的公布地給予我們 或是說我們以前 好自己 但是我覺得 只要我們的源頭搞對了 你的源頭黏於神 神祂是祝福的源頭 祂是我們的能力 生命 愛 的源頭 祂讓我們也有能力去去愛 所以神是給我們的靈 不是单确的灵 乃是能力爱 请你自首 今天有机会来参加福音乐 刚刚听到这个周立中的很多见证 其实很多的同感 感谢主 所以我们见证说 真的这世上的追求 最后都是空虚 虚空的虚空 都是苦空 但神确是他真实的那一位 但是他是灵 要记得他是灵 我们原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见的 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 所以感谢主我们里面有那个永远 神圣非奏造 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就能得到满足 我们都是信主的 所以我们可以见证这一生 因为得到主 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人生有了意义 有了中原很怕的话 感谢主 拜拜 谢谢 我们分享 我们来介绍一下周恩子妹 你要不要离开 哈哈哈哈 从美国回来 然后 感谢主 刚才听了周弟兄的一些人 还有他们 周弟兄的一些话 阿们 我在美国名义苏达大学商学院做事 所以我接触很多各式各样的各样的人 阿们 很多人都非常非常聪明 很多人都非常非常教 阿们 可是很多人我看到的时候 很清楚的我知道他们 是失落 我都晓得周恩的选拟失落 所以真的是一个空虚 这个空虚是在某些人的生活经验中是主观 阿们 可是这个空虚在某些人生活经验中是客观 阿们 所以我的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 神才是我们的经历 阿们 如果说我们在生活中有神 我承认我自己在美国三十几年 读书学习工作的这个过程 阿们 我也有些时间迷失 阿们 我没有聚会 阿们 可是耶稣爱我 阿们 我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 因为这首歌死我 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 阿们 可是从来没有 因为这首歌 有像今天这么深的感受 阿们 阿们 所以也感谢主 阿们 希望以后我有机会 你能够回到所有管理所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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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帶我們一起餵養跟婚姻朋友姊妹們一起來 然後今天也邀姻姊一起來 然後覺得很喜樂 就是每一週可以在週間的時間來聽詩歌 聽見證一起享受主 所以這是很喜樂的生活 Amen 謝謝